华国锋本身代表一股势力,这股势力遇到了一个强劲的挑战,这个强劲挑战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代表的一群元老一级的这种政治势力,最后华国锋权力斗争失败,邓小平获得了这个权力 习近平现在面对的问题是什么? 我认为主要是他自己把事情办砸 就是他根据他自己的认知去做了一系列的错误的选择 这系列错误的选择,让自己慢慢的衰落,实际上没有人挑他的毛病 他的毛病他自己干出来的,那你说华国锋有没有自己搞出事情来,我相信也有 但是没有习近平这个级别,你基本上每件事情给办砸,你说多难 这样